欢迎您收看美食简报 农民呼吁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阻止COS牛奶工厂交易 担心溢价能力 澳洲ABC 澳大利亚一个代表乳制品农民的游说团体 敦促竞争监管机构 阻止超市巨头COS收购两家牛奶工厂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将在下周决定是否批准 反对或对这项交易施加额外条件 这项在4月宣布的收购 可能引发乳制品行业的重大变革 澳大利亚乳制品农民团体 担心农民失去透明度和溢价能力 以及对竞争的影响 英国将主办全球粮食安全峰会 此时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粮食 英国独立报 英国将于11月主办一次全球粮食安全峰会 以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影响 俄罗斯决定解散黑海粮食倡议组织 该组织保护运载粮食的船只免受攻击 这对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产生了影响 英国以承诺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 确保粮食出口能够离开基辅 此外 英国将利用情报和监视手段 监控俄罗斯在黑海的活动 并向世界粮食计划组织捐款300万英镑 约合400万美元 在俄罗斯的攻击之前 乌克兰是世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第四大玉米出口国和第三大油菜子出口国 一个分裂的G20能够取得成果吗 BBC 印度正寻求将其G20主席国地位转化为全球胜利 因为各国领导人准备在本周末的峰会上会晤 这场活动涉及到全年在印度60个城市举行的200场会议 德里士已经装饰了标语牌和海报 上面展示了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形象 并附有欢迎代表团的信息 象征为印度准备拥抱世界 印度一直在努力争取就全球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最大的挑战是乌克兰战争引起的分歧 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会接受对战争的明确谴责以外的任何结果 峰会上还将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债务在融资 全球加密货币监管 气候变化融资 食品和能源安全 以及疫情应对准备 罗杰斯的首秀和哈姆林的回归将在周一晚上的喷气机队和比尔队的对决中成为亮点 多伦多星报 纽约喷气机队将在周一晚间足球赛季节目战中对阵布法罗比尔队 这场比赛将标志着亚伦 罗杰斯在喷气机队的备受期待的首秀 他在今年4月从格林被包装工队被交易到喷气机队 这位四次NFL最有价值球员将为喷气机队效力 这位39岁的四分位最初在2月份考虑退休 后来决定继续打球 在几个月的猜测和谈判之后 他被交易到了喷气机队 罗杰斯的到来使得球队的期望值飙升 一些人预测他们有可能成为超级晚的竞争者 这场比赛对于达马尔 哈姆林来说也非常重要 他预计将在常规赛中首次亮相 自从1月份在球场上心脏骤停以来 尽管有人怀疑他是否能再次踢足球 但这位24岁的安全卫成功入选了第二队的替补名单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允许对残疾患者使用电机疗法 路透社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 罗腾伯格教育中心JRC 可以继续使用电机装置来处理居民的攻击性或自伤行为 JRC为发展障碍和行为障碍的个体提供教育和治疗 是全国唯一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机构 法院维持了2018年夏季法院的裁决 认为州政府在监管JRC时表现出恶意 州发展服务部曾试图在为审查科学证据的情况下 对电机治疗实施停止令 该部门一直试图终止这种治疗 但居民家属认为这是他们所爱的人唯一的选择 法院的裁决允许该治疗继续存在 但也为未来的挑战留下了可能性 对食品外卖应用进行微小改变 可以消除数百万吨的塑料废物 澳洲ABC 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将食品外卖应用的默认设置更改为 不提供餐具可以减少热门食品外卖服务产生的塑料废物 该研究分析了中国第二大订餐应用饿了么 近20万用户的数据 并发现在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城市中 有20%的订单不提供餐具 而在没有禁令的城市中只有3% 研究人员估计 如果在中国全境推行这种环保措施 每年将能节约超过217.51套一次性餐具 沃斯的救赎 麦克尔 沃斯回到卡尔顿的内幕故事 悉尼先驱晨暴 据俱乐部内部人士透露 麦克尔 沃斯坚持执行他的计划 并将领导力和人际关系放在首位 从而扭转了卡尔顿队的赛季局势 尽管在13场比赛中只取得了4场胜利 沃斯仍然坚定不移 专注于球队的优势 面对批评和要求他下课的声音 沃斯将比赛日的战术交给了助理教练 并优先与球员进行反馈和沟通 公开支持沃斯 并确认他将继续担任教练 直到合同结束的决定 给曾经经历过俱乐部教练更替的球员和工作人员 带来了安慰 卡尔顿队的赛季 是近年来最不寻常的之一 先是连续6场失利 然后连胜9场 冲刺到9月份 这种转变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但球队对比赛和防守的关注 以及球员在埃德 塔诺的海滩别墅进行的篝火谈话 被认为是重要因素 沃斯在整个赛季中的乐观和一贯性 也在球队的成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恩布里奇和德沃尔特 在华盛顿启动可再生燃料设施的建设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管道公司恩布里奇 和美国食物废弃物管理公司 德沃尔特已经开始在华盛顿州 进行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项目 这是他们的首个合资企业 该计划将把食物废弃物 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 R&D 预计 Longville工厂将在2024年 全面投入运营 该项目是两家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一项 价值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协议的一部分 恩布里奇 以8000万美元购买了 德沃尔特10%的股份 以迈向可再生能源 在乌干达给诸核基使用的 HIV药物 BBC 乌干达国家药品管理局 NDA承认 2014年时就知道 HIV药物被用于喂养动物 但选择不向公众发出警告 该监管机构表示 它知道抗逆转入病毒药物 被用于诸核基的喂养 但声称其工作是监管药物 而不是食品或动物饲料 然而 一位发言人表示 如果存在健康风险 NDA将会警告公众 马凯雷大学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 其检测的三分之一的肌肉和一半的猪肉中含有抗逆转入病毒药物的痕迹 毛衣岛吸引游客和他们的美元 以避免野火后的经济灾难 美联社 夏威夷野火的经济影响正在显现 餐馆和旅游公司正在裁员 失业率正在上升 周旅游官员现在要求游客返回岛上 通过消费帮助毛衣岛恢复 火灾后 抵达毛衣岛的游客数量下降了约70% 许多酒店现在只有一半的入住率 毛衣岛最古老的餐厅之一 High Mill General Store的老板格雷姆 斯文解雇了约30名员工 并暂时关闭了店铺 夏威夷大学的经济学家预计 毛衣岛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10% 这场灾难 促使州官员将整个州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1.1% 低于之前的1.8% 土耳其人的现金和耐心都快用完了 外交政策 根据投资银行和政府的预测 土耳其的通胀率预计将在年底达到65% 政府希望通过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变 在2019年之前将通胀率减半 土耳其的通胀问题源于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的观点 他认为低利率能够限制通胀 埃尔多安现在将利率从8.5%提高到25% 此前 他坚持要保持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有人警告 这会导致通胀 土耳其里拉在2001年曾经崩溃 但在埃尔多安的改革之后实现了增长 然而 许多人正在遭受当前经济形势的困扰 一些人不得不全职工作以维持生计 还有一些人放弃了继续教育 然而 该国的旅游业仍然繁荣 因为游客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